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清朝闭关锁国的原因,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无法进入国内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创造出多种不样的先进武器装备,而中国当时还处于冷兵器时代 是问刀枪剑戟,又怎么可能跟火炮相提并论呢? 所以,中国被侵略的那段驱逐史,基本上全是由清朝的政策所导致的 其实在历史上中国还是比较强大的 尤其在秦国时期,中国军队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无法比拟的 有的人会说罗马时期,罗马大军如何强大,希腊是希腊的大军如何强大 但是,对比一下他们跟秦国军队的差距,你就知道中国在古代有多么强盛 古代战士们所使用的兵器,大部分都是剑科技 而中国,在秦朝的时候,造剑工艺就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我国在秦朝时期,劳动人民所造出来的剑采用铜加锡制成 这种工艺可以使得造出来的剑柔韧性较强,同时还非常的坚韧 有薛切多尼的说法 而当时罗马军队所造的剑,虽然说是用铁器制成的 但是他们的加工工艺比较简陋 所以说,造出来的剑非常的脆弱 如果用秦军的剑科技